然后这些件事很珍奇的 让我们的生命才能有所保障 那我是住在公共电视台上面 那我80年搬到这里来 那每天我大概都利用车子或是捷印 那就要经过我们这边的远期 那两天有时候到那边去 那说坦白话 80年我刚来的时候 我记得只记现在的所谓 在南基地是吧 要当初真的是一个 那个我记得是大有巴士的停车场 那当初也没有这一条坚武隧道 所以我们要进出的时候 要到内武器要到南港区 都是要走南云大桥过去 或是要走高速公路旁边的一条小路 那这很不方便 那当然隧道开了以后很方便 不过隧道开了以后 这几年下来 那我们看到内武是蓬勃的发展 那也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康明加油站附近那边 也都是很发展 唯独呢 诶 这只一看 旁边这一块地球 总是一看 都是破破烂烂的去铁皮屋啦 那我们一直就在想说这一块地方为什么 是什么问题点 一直闹 那接着今天啊 经过这个说明里就拿了 我们才了解 是因为所谓保护机的问题点 那我当初有一个机会 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你住在哪里 我说住在内武 他们就说啊 你不在内武有一个大湖公园 现在大湖公园真的是台湾的一个景点 那尤其最近有到大湖公园的人来啊 都知道我们大湖公园里面的整顿 哇非常漂亮 虽然我觉得说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漂亮的景点 但是湖的对面那个地方 为什么是破破烂烂的 那今天说坦白话 多应感谢 持续有这个机会来说这个送明会 让我们可以了解 那么如果说呢 这个图的这个对面 将来持续能够来开花的时候 那以他刚刚所规划的 所讲的一个什么森林 什么森林的一个环保园区 那我们知道 我们进到很多地方 你看看现在大湖森林工业 他一个森林园区 也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 如果说将来这个地方 他能够通过 能够来建的时候 那我想啊 站在一个内武区的机名 我觉得他对我们内武区 会是一个加分的 会是一个加分的 大湖工业游完以后 来对面一个持续的延期 又是可以加分的时候 那如果说是对 社区整个地方的一个 是有一个 加分的最大利益的时候 那我啦 是乐见于他成功 乐见于他能够进步开花 当然这个要开花不开花通过 我一个小视频 我不懂这些什么技术问题 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是政府方面啊 要去把关了 台北市政府的都记委员会里面 里面要去把关 也去把他要求的这样 那我希望说呢 直接既然你做这个说明出来的时候 那你要确保 你确实是这样做的 然后让涉及的老百姓 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这个他产生出来一个 最大的一个 像刚刚就把里面说讲 对国家 对社会 对基民 乃是对整个的 实际 东东是适应的话 那我想我们是会赞赏他的 感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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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